为强化台湾入境检疫措施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7月2号起高风险国家入境者 增加检疫第10至12天 需与家用抗原快筛检测一次 其余国家入境旅客 入境时接进行PCR裁剪 那检疫是4天期间还是一样 就是在10天到12天 还是用家用快筛才检一次 那在第12天到第40天 换家要解 解除我们的检疫的时候 再采一次的PCR 那这些在入境的 所有的旅客如果在检验出阳性的 那我们都会送基因定序 副指挥官陈忠燕也表示 目前入境旅客 每天大约200到1000多位 在第一和第二行下 各有5个裁剪站 若航班增加 将安排更大量的裁剪 那我们每一天都会去检视 隔一天预报的名单 来做T1跟T2的安排裁剪 那目前原则上 还是用我们在去年建制的5个裁剪 在T1跟T2 我们各自建制的5个裁剪站 那我们会利用这5个来做安排 但是如果遇到同一个时段 有多航班进来的时候 我们会不排除 这个用更大量的一个裁点的速度来消化 面对各界呼吁入境旅客全面普筛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也从善如流 严守国门 让台湾早日度过疫情危机 记者林锡惠台北报道